大家好,批评书 这个土工中国的内斗的确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或者准确的说就是中国的稍微有点尝试的人 都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走向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因为按照包子弟的搞法的话 如果你不把它难住的话 如果就任由他一个人就是撸锈管 撸气球的加油干的话 那中国成为朝鲜那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中国人又吃过这个苦的 再蠢再傻再怂再怎么不咋地 大家过了这么几十年的日子 好日子稍微好点的日子 再回去没有一个人愿意 所以说现在时刻最关键的时候 必须要把包子弟把它给拦住 把他丫头给拿下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人民日报 每天都搞着小动作 挺有意思的 人民日报 我们天天骂人民日报日人民报 是不是 其实人民日报里面有很多人 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就像红二代里面也有人有想法的 真的 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六四的时候 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举牌子搞游戏 搞的是最嗨的 搞的是最凶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共产党动不动就跑到人民日报 视察 跑到中央电视台视察 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三个单位 三个所谓的国家的主流媒体 人民日报最不好管的 人民日报的总编 经常会出一个特别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总编 搞得共产党对人民日报这个地方不放心的 所以他会经常有人去视察 是吧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 是人民的喉舌 你就我们了解共产党的 但凡习包子开始讲党不要信党 一样是要信党 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人不想信党 他才怎么说 如果大家都是挺规矩都信党的话 他包子就何必说废话干嘛 那没必要是不是 人民日报这两天一搞药 前几天搞了个药 是不是 转了一篇文章 说江蛤蟆当年文革的时候多苦 是不是 都打成右派了 他没打成右派 都把他帽子给摘了 光职务也停了 让他去当清洁工去了 扫厕所去了 没想到江蛤还有这样的精力 这会儿翻出来干嘛 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进文革 不要回到文革 回到毛泽东时 回到文革 江自民这样的人 也只能去扫厕所 这个意思知道吧 今天又出了 今天又出了人民日报讲 说这个共产党过去四十多年 最大的成绩就是打破了干部终身制 小平同志都不敢搞终身制 那我们也知道 戴小平你看他的手上过了好多人 好多人的共产党的总书记 胡耀邦 赵紫阳 江自民 包括胡锦涛也是 你说对不对 胡锦涛是他革晋之带的结本人 那革晋之带的结本人 那你如果邓小平不死的话 1997年邓小平不死的话 等胡锦涛2002年 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接班 那肯定是胡锦涛这种人 你想放个屁股都要跑过去跟那个什么 跟邓小平请示 小平同志你好 我是说锦涛 我现在要放屁了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我就甭放一下 如果不可以 我就把它憋回去 小平同志说可以 好 胡锦涛终于长出一会去 把一个屁股放出来 他就这样知道吧 但是你就知道吗 邓小平他就手上过了四人总书记 他自己都不敢当总书记 不敢当皇上 要打破干部终身制 是啊 这个话要至少你面子上 要把它维护掉 是吧 你不能说我打破干部 干部终身制演完了以后 邓小平押自己去当总书记 当熊偶主席 国家国家主义一身兼 他没这么玩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像邓小平都不敢干的人 你习包子敢干 你中国的那些个官员敢干 关键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让习包子这么搞下去 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人好过 你千万不要以为习包子 成了金正恩了以后 其他人习包子的人嘛 就好过错 吸包子的人嘛 会首先死掉 是吧 你看栗战书出事了吧 我们今天跟北京的几个朋友 我们就离言为语的聊天 就说栗战书出事了 栗战书现在没什么消息 这个事出事 是应该是最近实力的最精彩的篇章 我们那天也说过 你想谁都没想到栗战书会出事 你说把陈明尔把它拿掉 把什么其他的什么才奇拿掉 是吧 就是支江青军嘛 你把各把丁薛祥拿掉 都有可能啊 都是小跟班嘛 小太监嘛 是不是 但是谁都没想到 能够把栗战书拿掉 栗战书书算是肯定的啊 所以你因为把习包子的 最得逆的干将栗战书拿掉以后 王岐山也不帮他 他基本上就是个光干死那 就没人了 你知道吗 这就正二班就打破了干部终生制了 你说你怎么玩嘛 人们人们人大的这个委员长你都拿掉了 你怎么玩嘛 是不是 说这个 但是土工呢 他也不想把习包子整的太狠啊 说现在呢 他们达成了个共识 你知道吗 就是包子你还有一点 允许你折腾 随便你折腾 怎么搞都行 但是你只要答应你到时候退休就行 你如果不退休 所有的党员干部 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所有的人 都跟你没完跟你撕啊 就这么简单 大家都害怕 因为一旦习包子真的如果黏人了 如果当皇上了 那他们的想要谁的脑袋 就要谁的脑袋 想让想睡谁的老婆 就睡谁的老婆 想要上别人的小三 就可以随便上啊 那绝对是的 你想想金针是什么感觉 想用这个 我今天想杀人了 我觉得上一次是用这个什么犬绝 防一堆这个这个囊狗去咬他 这没意思 然后再上一次是炮绝 一个一个高手炮一打过去 直接打一人 第一次没打准第二次 终于把他打碎了是吧 也没意思 我要玩个新玩法 看谁不顺眼 我就发明一种 这个执行死心的新玩法 这多可怕啊是吧 那问题是 不是说这吓唬他们啊 不是说朝鲜怎么的 毛泽东时代 你说除了毛泽东本人 还伤起还行 其他人哪有一个人有好日子啊 你说共产党 什么汪洋什么李克强 什么执行的那些 包括退休的什么 温家宝 胡锦涛 江泽民 朱镕基 曾经红 李瑞环 都还活着呢 包括宋平 老东西都活着呢 谁敢谁敢让他这样玩 你放心好了啊 皮包子是想年人 但是没那么容易 说这个 说这个 土工中 中央的政治局 达成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框架 说还有一年啊 习主席领导 我们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有一年最大的工作 接下来一年最大的工作 就是把奥运办好 红红火火啊 这个 旺点搞啊 就跟大年三十 放棉花样 使劲的放啊 给我们习主席 营造一个祥和的 欢乐的 喜庆的 吉祥的 切也分啊 然后习主席在全世界人面前啊 面子给他争足了 你知道吧 伟大的外交家 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法治 法学家 是吧 现在是伟大的体育这个这个 家 体育家 然后括号总结 加起来就是伟大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总设计师 是吧 然后中国的这个总加速师 这个一定要给他要 要要要要给他面子争足啊 就这么点时间 你说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呢 没什么别的大事 是不是接下来 这现在主要是 习包子如果说有两件事 还有一件事就是 在心里盘算着 他妈的我只有一年了 还有哪些人 我想整没整的 我赶紧整 是不是啊 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人 你整就整呗 你整我的人 我整你的人 大家互相搞吧 这都不算事 反正过去都这么过来 关键是要这个什么 把奥运 北京冬奥会要办好 习包子的据说呢 也心里有想法了啊 说很伤心 说是现在人还没走呢 这个人心就散了 大家都就是各自自扫门前雪啊 就是就是什么大难临头 各自飞 真的还没大难临头了 是吧 大家都心里都糊疑了 这个东西啊 其实习包子自己蠢 中国人他经过这么多年 谁都是当官方才死老婆 没有人为你干脑徒弟的 没有人为你说 哎呀我要为习主席保驾护航啊 都哄你玩的知道吗 你说中国这种事情 你必须要有很崇高的信仰 要么就是什么呢 要么你就是完全被习包子洗脑了 像文革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有人为习回毛主席干脑徒弟呢 那的确是洗脑了啊 那时候的人咨询不发达 完了以后呢也没饭吃 他没办法 像是毛泽东的的确有一几把刷子 文章写的不错 是不是 而且是出手凶狠 一个是怕 第二个是什么 的确毛泽东比习近平有才华 这是考误疑问的 所以大家都服他你知道吗 你习包子谁服你的 没服你啊 所以习包子现在想明白了 我听北京的人说的 说想来想就想明白 说他老婆也劝他算了 我们已经搞了这么久了啊 总书记了啊 可以了算了吧 加你钱赚足了是吧 说习包子也制定了未来一年的这个 基本的思路啊 其他什么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呀 有有有什么什么法治的 都算了都不搞了 现在就是搞一件事情啊 为了奥运啊 为了北京奥运会不惜一切代价啊 把这个事搞好啊 爽一把 然后就就就拉倒了 就这样子的 就称为是破罐子破帅啊 经济啊 让给李克强去搞 所以你看到没有 经济真不管了 最近经济真不管了 他一句都不提 尤其是尤其是说 你习包子不管经济也可以 你反正你不懂 关键是你习包子的 经济的红人刘鹤 大家想想刘鹤都多久没说话了 全是李克强在那里说话 你知道吗 你什么时候看见李克强这么这么有权的 这么有银权 天天就经济东西说来说去啊 那是因为习包子真的不管了 真的把这个 把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 这个经济的事物都交给了 李克强 有些个意识形态方面 都交给了李克强 不管了 知道吗 说法律这边的事情啊 也也交了 外交的事情交给了王岐山 真的 国家负主局去搞 本来就是 国家负主局就协助习包子搞外交嘛 是吧 哎呦这个 他基本上现在就搞一件事情 你现在你看到的格局啊 全中国的格局都是奔着一个方向去的 就是怎么样把今天的奥运会办好 但是今天的奥运会又办不好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是叫做不惜一切代价 什么都不管了 你就记住这一点啊 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你看到各种 你看到北京的这个什么 说这个奥运通道马路上从机场出门开始 所有奥运通道啊 你不能有人 你凡是在上面开车的 立马吊销你的执照 立马罚款 知道吧 这还不算 他说如果说你在路上发生了车祸 而你的车祸的另外一方是 与奥运有关的工作人员 千万不要下车 不要下车 因为一下车 整个的奥运就是国家的 国外来的奥运的客人和这个中国方面的司机 或者是中国人都要隔离21天 等于这个奥运会开不下去了 所以说如果你中头下车 你跟外外从国外来的运动员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有接触的话 判你三年徒刑 完了以后这个隔离 完了以后高额的罚款 非常的严 现在这个北京基本上就是 他们说这个要把人清空 人不准出来 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你目前你看到的 什么西安啊 什么郑州是天津啊 这当然是我下一个节目的内容啊 都是奔着这个东西去的 我们再换一个节目 我们再讲讲这个 到底是怎么搞的啊 特别的吓人 包子列的确现在就是破罐子破摔的 这么一个框架下 完了以后就奔一件事情 其他的事情他真不管了 谢谢大家